一颗颗冲了气的气球就是灯笼的模型 老师先教长辈用画笔将卫生纸粘丝贴在气球上 再沾胶水继续把卫生纸粘在气球上 等到卫生纸干了再把气球剪破消气 纸糊的灯笼雏形就出来了 那个卫生纸贴一张贴着 然后继续这样插这样携就可以来 很轻松啊很轻松还好 很好做啦 纸糊的灯笼外观白白的 刚好可以贴上一些图案做装饰 老师教长辈剪下纸餐店的图案 用叠鼓巴特的方式贴在灯笼上 让灯笼多了一点缤纷色彩 里面再放进LED灯 自制的灯笼就更加漂亮 有水果 有脚大车 有红萝卜 有很多 很漂亮有心理槽 很漂亮打亮了以后很漂亮 我们很高兴啦做得很快乐 我们上面的话会让用一个毛根做提把 上面里面放上LED灯 效果在晚上就很漂亮 那就是一个另类的灯笼 小巧可爱的叠鼓巴特灯笼 在老师的指导下 长辈用手拿起画笔一张一张的年卫生纸 用用剪刀帮灯笼整形再发挥创意 贴上漂亮的图案动脑又动手 可以帮助延缓老化 让他们自己去裁剪叠鼓巴特的纸 那是一个细致的动作 就是让他们训练他们的手指活动 零融度 那再来我们图给他们 让他们自己去构图去配色 可以有助于他们去思考 人寿宫我们这里的人寿宫有那个活动 我会叫他们拿出去展示 我会拿出去展示 让大家了解 更了解我们蓝田里的热火学堂 所学到所做的一些成品 几张卫生纸就能够做出一个灯笼 外观再贴上各式的图案 每一个都是长辈自己动手做的 有特色又独一无二的灯笼 成了关怀战送给长辈最棒的 袁小姐灯笼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导 贴上赖昌邦高雄报导